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戴笠和杜月笙的相识时 有着明显的不平等 那时的杜月笙已经在上海滩 有了很大的实力和超然的地位 而戴笠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而戴笠这样一个小角色 如何能够和青汪大哥有了联系呢 其实还是因为当时戴笠 沦落上海滩街头时 杜月笙给他送过一生难忘的雪中碳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杜月笙之 于戴笠是一个高不可怕的人物 更是自己的恩人 而他们之间在起初 一直都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相处模式 而戴笠也一直都没有将戴笠看在眼底 而这一切的变化 其实要从戴笠混成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时候开始说起 虽然当时戴笠也小有成就 但是在杜月笙眼里 戴笠的那点地位根本就不够看 戴笠之所以能够让杜月笙刮目相看 并且和杜月笙成为兄弟 最后他们二人的关系还十分要好 就要从几件事开始说起 一直以来中国对于鸦片都是尽知的 而到了蒋介石这个时期 对于鸦片贸易则是采用于尽于真的政策 而这个政策是很贵的 这也不得不承认 蒋介石真的很会连财 也就是说当时只要你卖了鸦片上了税 那么你的贸易就是合法的 而如果你不上税 那么国家就要没收 之后再变相销售 但是这个生意必须是地下进行 根本不能见光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特殊的 人群来做了 那就是黑手套 面对这么巨大的一笔财富 顾月笙当然不能放过 但是时间长了 他觉得这点钱开始不够看了 仗着有老蒋的暗地庇护 这位上海滩最大的毒销 干脆来了次产业升级 他直接在上海南市建起了马飞工厂 但是这种生意存在的方式是极为隐秘的 也是十分敏感的 而只要有人将这层窗户指捅破 杜月笙马上就完蛋 而彻查这件事的正好就是戴笙 杜月笙对于戴笙的印象 始终停留在他是一个小兄弟的身份 觉得自己给点钱 说两句话戴笙定会为他处理 但是事实是杜月笙派了几拨人去 戴笙都不动声色 拒不见人 钱不守 杜月笙心中打起了骨 难道昔日吃过江湖人行的小兄弟 竟是个白眼狼 那么戴笙真的是恩将仇报吗 其实并不是 戴笙就是掌握了这项先博弈后 坦诚的兄弟相处的奥义 之前的不懂声色 都是为了后面的雪中送坦做准备 没过几天三次让杜月笙不得入门后 戴笙在一个深夜十分诚恳的敲开了张世昭的家门 张先生 请转告杜先生 此前所谓绝无其他意思 只为掩人耳目 以免受人把柄 戴笙人与杜先生的交情 不需过场为止 请杜先生放心 此事戴笙人自有主张 必不会牵连到杜先生 而戴笙的这一做法 开始让杜月笙刮目相看 他认为戴笙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两个人也因此有了紧密的联系 返回邹笙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产检设的生活 总结果然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尤其中一 另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